中国与印度的边界总长近2000公里 由广大区域存在着领土纠纷 是中印关系之间的敏感议题 双方都在喜马拉雅山区派驻兵力 阻抗对方侵扰 为了帮助军队抵抗当地零下几十度的寒冷冬夜 印度有位发明家 开发一种使用太阳能加热的帐篷 到了夜晚还能保持在摄氏15度 这样的发明也让士兵们 不用再燃烧大量煤油取暖 印度有批军队驻扎在印度与中国边界的拉达克 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区一个极度寒冷的荒漠 士兵得经常忍受摄氏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以往为了暴暖 他们使用大量煤油 进而产生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 而现在一个能在夜间有保温效果的太阳能帐篷 成为士兵们的新救星 当地晚上十点帐篷外的气温已经是零下15度 帐篷内部却还能保持在摄氏15度 如此强大的夜间保温效果 完全来自白天时太阳能加热 靠水吸收热能保存到夜晚 太阳能帐篷可容纳十名士兵 内部配置一间全天候隔热保温的卧室 以及一间仅在白天保暖的休息室 整座帐篷的总重量不超过30公斤 即使没有空运援助下 在偏远边境地区搬运也不成问题 拉达克是印度最高的高原 也是世上最崎岖最荒芜的山地之一 即使在城镇地区 温度也会下降到摄氏零下25度 而陆军驻扎的前寿寨 温度甚至可能会降到零下30到40度